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正面交锋 中共在南海拦截美军飞机进行挑衅 朝鲜军事卫星发射失败堕海 韩国军方迅速打捞残骸 预知土耳其地震 致名预言加2023年出大预言 小墨渝大劫影片火爆网络 河南急撥2亿元找报爆了人 欲身资产都出土 冯小江二手香港豪杂获利6000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正面交锋 中共在南海拦截美军飞机进行挑衅 今个月较早时 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飞机 两架飞机有伤状风险 次举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印太司令部在5月30日发布一份声明说 一名J-16战斗机飞行员在5月26日 对一架美国RC-135偵察机进行了不必要的攻击 此外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还发布了当日影片 当中中共战斗机飞行员撤过美国飞机的机头 迫使它飞过较小飞机的吞流 据分析,此举是中共在南海国际领空长期军事侵略模式的一部分 中共试图透过这种模式逼使多个国家的军队停止对该地区的监视 印太司令部说,根据国际法,RC-135正在南海国际领空进行安全和离行行动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 负责任感飞行、航行和行动 美国印太联合部队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 同时适当考虑所有船隻和飞机的安全 中共和它的军事部门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拦截在该地区活动的国家 在去年12月曾发生过一次这类事件 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说 中共战机乘入冒着它的飞行员生命危险进行激进的近距来演习 拉特纳在12月12日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次谈话中说 我们军机距离它们只有几十英尺 同时它们向美军释放照明弹和薄条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就这一点来说 中共正是引发一场可能产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的危机 如果北京的意图是以这种方式恐吓美国 令它不再按国际发行事 那是行不通的 是非常老妄的行为 薄条是一种由大量金属碎片制成的反制武器 中共将这些薄条放在发动机中 随着飞机飞行 这些薄条会随着窝流被释放出来 迫使他国飞机远离国际领空 在5月的一次这类事件中 一架澳洲飞机被迫缩短任务时间 在中共军机释放薄条后 飞机发动机严重受损 因机组人员生命受威胁 飞机进行了紧急逼缸 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事件发生后严厉谴责 说很明显是非常危险的 几个礼拜后 中共另一架战斗机飞到一架加拿大侦察机 20英尺范围内 并向加拿大飞航员述终止 其时加拿大飞机正是执行一项国际任务 查中国船隻是否通过向海上的朝鲜船隻 运送石油来非法违反国际制裁 另外加拿大在2022年上半年报告了六十几次类似事件 拉特纳说这是一种行为模式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在拉长 总体来说 中共解放军不愿以正常大国的方式来处理这场竞争 我们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朝鲜军事卫星发射失败堕海 韩国军方迅速打捞残骸 综合媒体报道 朝鲜在5月31日上午6点29分 发射一个军事侦察卫星 但由于运载该卫星的火箭发动机出问题 导致发射失败堕海 而韩国军方亦识别出卫星残骸 正是进行打捞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 在31日上午6点29分 朝鲜从平安北道东仓里一带 向南发射一枚卫星 但在第一级火箭分离后 运载该卫星的火箭 就因发动机出状况 导致发射体在非正常飞航后堕海 而朝鲜发射卫星的举动 也迅速引发韩国的警告 和日本的高度境界 韩国外交部强调 朝鲜所谓的发射卫星 以严重违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一切 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行为决议 是任何藉口都无法为它开脱的非法行径 韩国政府将在韩美日 紧密合作的基础上 和国际社会协作 坚决应对招方挑衅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长 船越建议也强烈要求朝鲜自我克制 对于这次发射失败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说 将对存在的严重缺陷进行详细调查和釐清 紧急制定科技公克措施 在完成各项局部试验后 尽快开展第二次发射 而就在朝鲜卫星待海个几钟后 韩国军方也在传罗北道群山市 于青岛以西二百多公里处的海上 发现部分残骸正在进行打撓 据了解 当朝鲜预告将发射军事偵察卫星后 韩国军方也提高警觉 并安排人员在卫星可能聚落的附近地区计备 又在确认朝鲜发射体聚落后 马上派出打撓组投入作业 这也是韩国军方首次在朝鲜发射体聚落 一个小时后成功进行打撓 据军方人士说 聚落物体的状态偏良好 损毁程度不大 被打撓起来的圆统型物体表面 可清晰看到印有检收门13的红色字样 至于被打撓起来的物体 也将运至陆地后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名联参人士说 这次聚落地点大约在韩中暂定措施水域 韩国和中国的中间海域 所谓的暂定措施水域 是指西海上只限于韩国和中国渔船 无需申报即可自由作业的水域 预知土耳其大地震 知名预言家2023年七大预言 曾准确预测土耳其地震的知名巴西预言家 朱实里诺在日前提醒人们 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人类还保持现状的话 未来全世界将面临大劫难 因为最后的期限即将来到 在今年2月6日发生土耳其大地震前三星期左右 朱实里诺就将他看到的大灾难写下来 并寄给土耳其某部长 信中提到将在2月6日发生的土耳其地震 可能造成2,300多人死亡 引起世界骚动 1960年出生在巴西的朱实里诺 是一名教师 他从9岁就开始做这些预言梦 在梦中 朱实里诺可以清楚知道人名、地址和场景细节 而每一场梦都明明白白的身历奇景 并负有感知 亦横跨语言的格核 朱实里诺认为自己会有预知能力 是来自宇宙的高层生命 高层生命出于善意想保护人类 所以透过他来警示世人 试图将坏事变好事 除了最近的土耳其地震 他还曾准确预言英国大安娜皇妃的死 911恐袭事件 美国会发生两次战争并与伊拉克对战 萨达姆会藏身在伊拉克中部地区等等 朱实里诺还将萨达姆隐藏地点的环境做了详细描述 另外在1996年9月16日 也就是南亚大海啸发生的前8年 朱实里诺也写了封警告信给住巴西的印度大使 信的内容确切提到 在2004年12月26日早上 印尼将会发生8.9级地震 接着印尼和印度会遭到10米高的海啸袭击 在隔年1997年4月30日 朱实里诺又为印尼总统邮寄了封警告信 提到自己在梦中见到2004年12月26日早上7点 南亚将会被8.9级的超大地震侵袭 同时会引发10米高的海啸 到时会有一万人牺牲 与此同时 朱实里诺还为印尼、泰国等国家大使馆发送了同样的公咸 这些公咸都概有邮局寄送日期的邮册 之后朱实里诺也收到国国回咸的感谢咸 其中就包括印尼总统写给朱实里诺的感谢咸 而就在2004年12月26日早上7点58分 印尼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 只是死亡人数超过20万 最大海啸高达30米 对于2023年 朱实里诺也发表了以下7大语言 只不过每则语言都令人胆战心惊 第一是美国会遭遇很多自然灾难 强风暴席卷全美 加州会发生一场大地震 造成很多人死伤 旧金山发生一场火灾 造成巨大损失 经济衰退 很多人因此失业 第二是欧洲将发生雪灾 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波兰、英国等地区灾情严重 欧洲经济也会出问题 第三是洪水来袭日本 日本将会发生一次大地震 这一次地震将波及整个国家 造成火山海啸爆发 第四是今年11月中 地球的平均气温可能高达涉事59度 很多人会被热死 世界的大混乱也随即扩大 第五是今年2月中国会发生强烈地震 并造成死亡和破坏 还有令人恐惧的暴风雪 可能发生很多致命事故 有飞机坠落的可能性 因强震侵袭全国 经济面临风险 公司财源 银行亮红灯 危机将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第六是今年6月 日本东海地区会发生比印尼苏门特立海上大地震 更强烈的巨大地震 到时韩国、日本、台湾等太平洋沿岸地区 将面临覆灭危机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会遭到海啸重创 第七是世界人口大减 约有80%死在大劫中 只是剩下中国西部的人 小木与大劫影片火爆网络 河南急撥二亿元走步爆料人 中国大陆多地发生小麦烂在地上 造成农民损失严重的事件 网络热传农民手捧发芽小麦的落泪影片引发如情 在5月30日 河南政府宣布紧急下撥2亿元人民币用于小麦控杆 除了农民损失惨重外 河南当局也恐惧事件曝光 以造谣为由抓捕了网络爆料收割机受阻的网民 河南济原网信办30号发布通告 抖音用户李香布朱士有关收割机被阻栏在高速公路一事 发生在河南济原信息内容虚假 对制员三农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公安机关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对其行政拘留7日 迅速消息却引发网民周风 说当局处理网络造谣的动作 明显比放航收割机迅速堕落 今年下周季节 不止河南小麦烂在地上 据31号陆媒同社交平台信息 陕西小麦也出现了发霉发芽的现象 网传影片显示 一位农民站在墨田上说 墨子都发芽 完啦 关键面积很大 这一发芽 要价格没价格 要收成没收成 一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就完啦 还想为个孙子存些学费 完啦 完啦 31号陆媒华商报报道说 在5月25至29号陕西暴雨 部分农民反映自家田里的小麦出现发黑掌芽的情况 记者采访时在一些田间看到 小麦墨碎是黑色 里面的墨粒呈枯干 部分黑色墨碎上还长有绿色的新芽 一位西安临同区灵口街道冯里村的农户说 这一片大概有200多亩 往年某产是一千多斤 今年才是霜冻 有一些小麦提前死 现在又是雨水 导致部分小麦发芽发黑 这种小麦根本用不成 不单只产量比正常小麦少 压出来的面也会很黏 而且持续下雨 收割机也进不了地里 另一位临同区河寨街道一位村民 也告诉记者一块千多亩的小麦田发芽掌芽 今年产量大概就只有往年一半左右 而且今年收购价格也会受影响降低 往年正常墨在过二至过半一斤 今年发芽的小麦只有六毫一斤 华商报报道说 西安临同区农业局工作人员说 前期持续降雨 确实会对小麦的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部分地区小麦出现发黑发芽的情况 但总体来说受降雨影响不大 对此网民并不乐观 说影响不大 教授去地里看过没有 天气预报后面还有连雨日 陕西小麦亦完了 今年下半年日子不好过 肉身资产都出土 冯小刚二手香港豪宅获利6000万 中国导演冯小刚没多久之前被爆移民美国后 近日又传出他以二手香港豪宅获利高达近6000万港币 在中国富豪纷纷出途当下 不免令外界猜测 冯小刚也实现了肉身和资产商商翻墙 据港媒报道 冯小刚和妻子徐凡在2010年以6000万港币 救入位于香港中半山豪宅 该豪宅室内约178平方米 可跳望整个中环和维多利亚港海景 该豪宅以港币1亿1800万元卖出 获利近6000万港币 没多久前网络曾传出冯小刚夫妇已移民美国洛杉矶 并有一段疑似是冯小刚在豪宅接待 送来客人的影片在网络流传 当时他在微博也显示暂无内容 之后冯小刚很快在微博辟谣说 自己吃不惯西餐 我疑什么文呢 不过由于北京当局对民企打压 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令到2022年运学兴起 大量富豪逃离中国 所以冯小刚夫妇移民美国 也让人觉得不是没可能 据《纽约时报》报导 中国富豪们去了新加坡、迪拜、 马尔他、伦敦、东京和纽约 只要可以出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在去年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allion Partners预计 当年会有约1万名高净值中国富豪 资产过8万美元迁移出中国 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 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 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 在全球排第二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